咱们来看看这手牌,这手牌是一个平靠瑞斯地势 这手牌说实在的,打得很让人意外啊,也不能说很意外,有点意外 这里边王哥的牌不错,七八九十买上下顺子,带点后门花 后边的安迪是买A花啊,安迪这个牌很好,很不错是吧 主要是他买上来是最大的牌是吧,买上来是A花 六八九也有相关性,有可能买顺啊 其实这里边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谭轩选择call了 因为八九这两张牌其实对于,对四一对就不友好 然后还是一个四人底持啊,一家打一家call,谭轩在最差的位置 这三个人而言,他在最差的位置,他用底对call了一枪 这是我没想到的啊,所以这张牌,我说要我是不是有点意外啊 结果转牌发出了一张四,谭轩变成三条四 其实在王阁的视角里边,可能谭轩不太容易有四 好像王阁现在就是要不要再偷一下,继续偷 多人底持,还是要表现出强硬啊,觉得两个人都不太不太容易有四 他想了一想是吧,这里边下六万来投机 谭轩其实这种名三条还是比较隐蔽的 因为四翻牌起来真的不舒服 其实安蒂虽然在最好的位置,但安蒂是第一个行动 是吧,他也要顾虑后边的人翻牌的时候 就是综合考虑是吧,两个人有四的情况还是偏小的 所以王阁这里边继续投机,打走安蒂,但谭轩真有四 谭轩这种牌有点意外啊,在翻牌用四call 谭轩这里边也是call啊,没有进行race 合牌又是一张四,谭轩变成了四个四的炸弹 其实这个是,哦,过牌了,其实这里边打个,假装下个阻止住也行 一般买牌没买上的,是把它很能瑞斯明啊 那中牌,比如中队八,你也打点价值 这里边一队八,我觉得他不太敢打价值 一队九有可能打价值 但其实一队九能打价值的牌也不多 打八的价值嘛 谭轩的牌力在王阁的视角里边还是不错的 谭轩在最差的位置,是吧 翻牌的时候三个人最差的位置 他能call你一下 所以谭轩的牌力在王阁的视角还是挺不错的 翻牌,转牌,连call你了情 谭轩都在差的位置 但是谭轩的表现确实不像买牌失败啊 现在王阁就是,他觉得谭轩是不是买牌失败啊 谭轩牌强不强,他要决定是买牌失败的偷你一下是吧 把你的什么买花买树没中给偷走 其实想想还是风险太大了 王阁其实核牌打的还是挺漂亮的 不太适合投机是吧 我觉得主要是四人抵持 谭轩的位置不好 他一直call一直call 就这点上不太适合投机了 有主放架是吧 我还在考虑一些细节啊 97A8call 只要一样,我让这些人继续玩 对吧 因为有时候你会在你的位置 我的位置是不太丟臉 那我会从来走 那我现在没说过 我现在要等一小时 然后我们把它混合 或者有一个新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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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会有另一个时间 我可以再玩了 来看分牌 那我没看过这些练乱 除非我是正确的 我对你和你说得很坦白 但我听你的话 我听到你说的 这肯定不一定 我没有说了 我不是说会的 我没说分牌 62 不出意外这牌是安迪的了 别发出90勾相关的牌 觉得这牌就是安迪的了 也不好说 看转牌发什么吧 转牌发和草花和艾尔特的关系就比较大 艾尔特应该翻牌就跑了 这牌没有必要去买 是吧 A8 没必要吧 翻牌又都气了 我觉得 想的有点多了 这边上边看90勾 下边看A8买花 买A勾章是吧 总想往后发 我赌国行为 总想去买牌 我翻牌就结束了 70勾吗 K勾 K勾 Q8 这牌 尻不尻都行啊 其实这个牌有点闹心的 你知道吗 这个Q8 一张Q中了 这8的踢脚太不好了 但是你尻进去又很便宜 是吧 尻那么一点 去赢一个4万6的底车 其实两个人单挑 我觉得Q8就没有必要靠了 除非小忙大忙 是吧 你可以两个人去和他玩 Q8这牌还不错 拿下 唐哥我觉得没必要吧 唐哥 没必要 4人抵持没必要 能不能来一张6 A9 6 再别说了 A9 真有6 博兰赌人看 安迪很自然 安迪过得太自然了 安迪其实转拍黑打的 扮演半头鸡啊 大忙为扮演半头鸡 他太自然了 让波兰赌人察觉出有问题了 一直在控制 再过一箱 再过一箱不错 不敢了 不敢过了 他会尻啊 哎呦 不敢过 这就是咱们上回说 那个弹轩的打法 炸弹 开局炸弹 可以这么打 安迪这么打 这么有必要 瑞斯吧 有点贪心了 要贪心瑞斯吗 贪心了 哦 A9贪心 安迪很像阻止住 你知道吧 这就是咱们 我觉得我前面就想说 谭轩那个4个4的炸弹 其实他合牌也可以这么打 我很喜欢赢这种打法 其实这种打法应该我说的还挺多的 就假装薄价值 假装阻止住 你知道 假装阻止住 阻止住 带無法钓鱼 Mb 你波神 3B 别给我面子 这不3B 他吗 这不3B 装卫一下吗 借着上把的势头 说咱都会没300的 300的了 绑个这牌不带AB面不好打走 靠啊 A7应该算了 43的底时下多少 靠 两高张买卡顺 主要是这个卡顺是最大的卡顺 你知道吗 不会瑞斯吧 真的是瑞斯 王哥可能会负了 王哥看这个89他也不太舒服 他想要发出一些10一些勾 一些7他也难受 发出一些草花他也难受 要靠要靠要靠 我以为王哥会负 因为王哥还是偏稳的派手 我以为他不想冒这种风险啊 那王哥这手牌还是打得很硬气 我以为王哥不想冒我说的这种风险呢 你知道吗 王哥买上顺的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七八九十买上下顺的 哦 算了吗 安迪 这里边王哥看来看他就比较奇怪了 这里边王哥也很过 王哥怕对方是三条九过拍控制了 所以王哥这里边也过一下 现在安迪还是可以演三条九 看他演不演 这合拍没发出草花什么的 合拍没发出有利于投机的拍 但是安迪扮演三条九 还是合理的转排控制 好不好扮演三条九 好不好扮演 能扮演一些石钩啊 可能觉得有点勉强啊 扮演这些拍有点勉强 合拍没发出草花了 王哥这种拍还是挺硬气的 我以为王哥翻牌想算了呢 A4 负掉了 三拜特 有没有三拜特的说法 尻啊 三拜特 三千应该是两万五的 你看他相帝视角 你觉得 你八九还你AK 你觉得是尻是吧 第一视角 其实他八九是有可能三拜特的 这四拜特概率很大 咱们 迷你四拜特吗 王哥 王哥我感觉要戏手还挺有意思的 王哥不跑就好了 哎呦 这排有可能五拜特了 王哥有点奇怪啊 跑这个动作 王哥看起来有点奇怪 这种牌挺有意思 这王哥有点怪 负了 世俗反常必有妖 负了怎么样 这牌也太不好负啊 AK你怎么负了 靠 这王哥 其实咱们记住这种牌啊 世俗反常必有妖 咱们这种情况下 可以负的 你知道吗 毕竟你AK也不是成牌 世俗反常必有妖 是很强的牌 但是有风险了 这情况挺 三拜特四拜特 王曹瑞四拜特 mini四拜特 就这种情况下 你要真觉得奇怪 你再做个mini四拜特 比别的 瑞士是12万 这种的 不是那种什么16万的 你再Race一下 看看情况 看看什么情况 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行为啊 只要AK这牌 王哥也觉得不对劲了 那他觉得AK这牌太强了 我不能 这牌我不能负吗 拿到AK我能负吗 那时候有点这样的想法 直接奥连 这王哥 王哥这段时间有点不顺 我跟你说 总体上看起来有点不顺 虽然那手牌 王哥尻到899 那手牌打得很硬气 他前面有Andy奥连 他抓Andy是个顺子 你知道吧 这手牌如果再输了 输了两个大抵持 前面赢一个中等抵持 输两个大抵持 我说110万 这个抵持 要曹瑞赢 我想要曹瑞赢 我喜欢曹瑞赢 好的 曹瑞赢 哎呀 王哥 王哥 什么情况 这边是8mini race 王哥说你在这给我搞事 你在这给我闹 是不是 啪啪AK推了 王哥看起来有点奇怪 他想是不是 曹瑞这个人在这瞎搞 曹瑞这个人就喜欢搞事 瞎闹 他以前的印象 印象是这样 但曹瑞现在 打牌还挺 很少有那种 就这个节目 没看见有什么 太多出奇意外的那种表现 以前经常出奇意外 拿鞋牌不会熬琳的牌 曹瑞那边直接就跟你说 哈跑满 曹瑞棠带了一个小弟来打牌 在筹码上站着 三六要不要玩 可玩可不玩 对于谭轩而言 可玩可不玩 对于咱们而言 可能还是负了比较好 王谭轩也负了 哦 曹瑞来了 这是有点出格的行为 说实在义 你可以算那种牌 你瑞斯中间位置 后位 然后中间靠后的位置 比较好 你瑞斯前后加一位 没有必要 这样事的 就是风险 那是风险太大了 瑞斯中间玩家 就什么十三同色 K三同色 我觉得这种 这样的牌 这更接近于曹瑞的范围 曹瑞在中文 应该会扛一枪吧 毕竟买张 毕竟买张 高张 扛一下 说实在 我这儿想倒在爱着看 很想看转牌会什么样 哎呦 完了 瑞斯要再送点 哦 没送吗 哎 没打 过牌 过牌 这AQ不敢打 敢打吗 要是我的话 我会过 我觉得这牌面风险挺大的 我不想拿价值 我想拆个call 你知道吗 哦 自己打吗 足指柱 五万五 打个薄价值 这是混合型下柱 足指柱 价值柱都有 王哥这里边做了一个混合型下柱 他觉得曹瑞可能就比如说有张钩是吧 像有钩有九什么的 打点价牌的价值 曹瑞不会瑞斯吧 没有啊 因为那个牌我看上去吧 有八是吧 三条八 还有顺子牌面 我看着有点害怕 423k8 哇 曹瑞赢了一手大抵士之后 现在有点不太行 两万 怎么样 吓我他 薄 薄 薄 是两万吗 我以为薄价值 我看 我看那个筹码是最小的筹码 我以为是一千的那种 完了 这手牌曹瑞要赢啊 曹瑞很像超队嘛 曹瑞按三条什么的 很难判 说的这牌要是我 我K8可能放了 往后太难打 因为合牌很难打 合牌很有可能 面对一个大的卡住 这牌 我靠吗 这牌有点不太 不太想打了 这种情况下 合牌很有可能 面对 哇 发个八出来嘛 八不好啊 把曹瑞没法操作了 那艾尔森可能觉得 在曹瑞想超队是这样的牌 又不太好说 COA不太容易有超队 曹瑞过了 你说顺着这个牌 哎呀 发出八不太好啊 副钓是吗 哦 曹瑞还认为他有可能赢 我觉得别人觉得我鱼你知道 八中的八转牌的时候 你要跑 观众看起来会觉得你鱼你知道 这么鱼我 中个八边一队死你就跑 然后很容易这样 有点担心我要不要掐了从说 你知道 我想把他断了从说 因为他觉得你这种情况下 你中个八边一队死你就跑 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太余了 曹瑞现在还真的觉得 其实里边不太能抓 别人转牌跟你拆个瑞斯 能是什么牌跟你拆个瑞斯 能是买牌跟你拆个瑞斯 我这种牌读错了 转牌的时候曹瑞那个瑞斯 我读错了 曹瑞转牌那个瑞斯 他觉得艾奥特在偷鸡 转牌的时候曹瑞觉得 艾奥特在偷鸡 曹瑞瑞斯一下 他这个COA确实也不好演 超对 曹瑞觉得 艾奥特在铲打他你知道吧 转牌的时候 曹瑞觉得艾奥特在偷鸡 他瑞斯一下 他觉得转牌 艾奥特尽了曹瑞的瑞斯 就在曹瑞的第一视角 曹瑞可能觉得 你看出来了 我就是在偷鸡 你铲打我一下 反正合牌你偷我 因为曹瑞很喜欢这么操作 曹瑞就喜欢 你铲打别人 然后再操作别人 德万 曹瑞 就是这种牌 就是艾奥特和德万打的时候 就是 就是你艾奥特是曹瑞 就是这么打 曹瑞有可能是空气 这不知道 不知道说得明白 就曹瑞像艾奥特那么打过 但曹瑞手里边是空气 打得万那手牌又那样 因为曹瑞还这么操作 他觉得是不是艾奥特尽也这么操作我 他在犹豫啊 上手牌曹瑞的思维我判断错了 我以为曹瑞想演个什么大牌呢 你知道吧 超队啊 或者什么 比如三条顺呢 我以为他要演那种大牌呢 有点受上帝是要影响 这牌有可能拆个瑞斯的把钩啊 花顺双筹 靠看样子是靠啊 这手牌有可能是艾奥特尽在打 有可能出事的 你知道吧 就艾奥特尽的牌 是安蒂手里的牌 没错 转牌没打 转牌你说艾奥特尽打了 又发出花 是吧 就这张方片石 艾奥特尽可以 他演中花中顺 然后偷安蒂 正好安蒂手里边是这样的牌 你知道吗 转牌没打这样事的 可能A5就算了 其实安蒂这手牌 如果安蒂不打的话 艾奥特尽合牌很有可能投机的 我看艾奥特尽背眼的牌 正好是安蒂手里边的牌 还是要偷 还是要偷啊 是吧 就像我说的 这手牌安蒂如果不打 艾奥特尽很有可能投的 你看这手牌 安蒂打了 艾奥特尽还是偷 那就是 你下注了 其实 就比如安蒂是阻止住 是吧 你下阻止住了 别人更不容易投机啊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 那个 投入更多的成本 而且一个对方下注 也证明对方手里边 是有些东西 艾奥特尽还是偷了 像咱们说的 安蒂过 艾奥特尽更有可能偷啊